字幕 字幕 李咗 大家好 今天我們去哪裡呢 我們是去San Young 吃東西 如果我們乘天鐵再駐地鐵 而且價錢差不多 現在299匹 還要看外面 下大雨 幸好我們叫了一輛車很舒服 這是七人車 當然 它也要走得謹慎一點 因為周圍都水淌 好像坐快艇 你看 真的不是開玩笑 泰國的水浸是很厲害 不是開玩笑 前面有隻喵喵 這次我們坐的是女士機 挺好 它也很穩陣 慢慢來 真的不快 到時真的去不到 你看 周圍都濕了 媽媽都不認得 希望我去到Sam Yang那邊 沒那麼大雨 沒那麼厲害 很難說 可能整個曼谷區都會下雨 這裡不說那麼多 我現在坐車 這次的轉車是299匹 計算一下 如果62匹 一個人坐天鐵 都120匹 再加上地鐵 可能都要接近100匹 都220匹 我覺得給多一點點錢 免得走來走去 天鐵轉地鐵也是時間 現在直接過去 簡單直接 不用想那麼多 還有Sam Yang站 下車要走5分鐘 這裡我不用 我過到吃什麼 現在再跟大家慢慢說 我現在都不知道 開不開門 亦都不知道情況是怎樣 很多事情都是Unknown 所以過去才算 現在還行雷謙 真的都不知道 說錯話了 好了不說那麼多 好 進來坐下了 這間簡簡單說 叫48廚房 好嗎 其實裡面 也有很多菜 小菜 等等的食物 我們點完 再跟大家慢慢聊 一來到就兩杯冰 不要開玩笑 這是蟹肉炒飯 價錢是70匹 其實蟹、蝦、魷魚和MAX的食物 混合會70匹 而普普通通的豬和雞 只是50匹 當然有蟹肉當然要點蟹肉 對嗎 這個炒飯來到 是比較小小 小小碟 小小碟 但想不到炒飯很香 你看 粒粒分明 鍋氣很夠 這個飯來到吃的時候 是很熱的 到現在還是很熱 因為為什麼 我們說時遲那時快 很餓 因為兩點多了 飯都還沒吃 而蟹肉是有殼的 蟹殼在哪裡 我拿給你看 你看 我們夾開了 蟹肉是有蟹殼 所以認真不錯 你看 70匹是有蟹肉的炒飯 當然蟹肉是分開 不是炒下去 我猜它是怕 再炒就會散開 熟過籠 不太好吃 這裡也放了很多 蛋、蔥、鹽等調味 想不到 這個飯也炒得不錯 這些飯一定不是用隔夜飯 我看著它是飯煲筆出來 所以這碟飯70匹 是小碟一點 但最基本的 好吃 我覺得不夠吃了 不過我們未必 我們還有幾樣東西 先吃完 可能會在這區再試幾間店 因為這裡還有很多食肆 我們再去第二間試一試 鏡頭面前這一碟 是咖喱蟹肉飯 其實咖喱方面 它沒有寫明是紅咖喱還是黃咖喱 但牆身黏著很多相片 我看到多數都是黃色的 所以我估計它是黃咖喱 應該沒有那麼辣 價錢只不過是70匹 但牆身裏有些黃咖喱 被一些紙蓋著 只是寫了一幅相片 而沒有泰文字或英文字 我就在想 會不會沒得點 比較便宜一點 扔著飯的70匹 蟹肉飯 幸好第二牆身裏 還有這幅相片 還有字 還有價錢 所以我就照樣點 黃咖喱方面 一般來說 也不算太辣 如果以我吃過最辣的 也是綠咖喱為主 反而紅咖喱 有些香味 也不算太辣 其實它有其他菜式是用紅咖喱煮的 今次吃到這個黃咖喱 真的很好吃 第一口不是我試的 是梵哥試的 好不好吃 好吃的 咖喱甜甜的 有點像咖喱炒蟹的感覺 是放了一些蛋下去炒的 挺好吃 吃起來 你問我那股味不像黃咖喱 雖然它寫著咖喱粉 但是吃起來好像晚沙味咖喱一樣 那種香味和濃味很突出 還有它加了很多洋蔥 不知道大家見不見到 蟹肉裡面加了很多洋蔥 那種咖喱味 就跟剛才凡哥形容的 咖喱炒蟹的甜味一模一樣 還要加上香噴噴 它除了洋蔥之外 一點都不污汗 它還加了很多蔥段 剛才我和白飯一起吃 白飯又挺爽身 配合了咖喱醬汁 它很濕濕的 真的挺配襯 挺好吃 蟹肉方面也不算太大 也是比較冰凍的 它也沒有放在咖喱裡一起煮 但是吃得出咖喱有咖喱味 蟹肉有去原先的鮮味 大家不會混合在一起 蓋過對方的味 吃起來 這裡的咖喱份量 足以可以送完這碗飯 而飯那裡 它也是用小碗裝滿了之後 倒轉吸回到碟裡 份量不算太多 我想可能分分鐘更少 比剛才阿范哥介紹的蟹肉炒飯 但是咖喱的材料和蟹肉 又好像多過剛才那碗蟹肉炒飯 真的有點矛盾 整體來說 70元有得吃這麼好吃的咖喱 還要配襯蟹肉 在哪裡找呢 好 接著再說說這個太式炒通菜 價錢是80元 這個通菜來到很震撼 首先它很多都是狂 當然狂越多我越喜歡吃 因為夠爽口 因為爽口的食物我喜歡吃 醃相對比較少 但是這個通菜真的很辣 為什麼呢 我猜的紫天椒的銀全部撕出來 你看看 隨便在菜面也看到有銀 嘩!我的嘴尺尺尺 這裏的做法很有趣 它是用蒜蓉來炒這個通菜 再加一些蠔油和調味 包括有些魚露和醬油等等 來炒的 但是又炒得很好吃 如果外面的做法 是會用一些豆醬來炒這個通菜 但是呢 這裏它就沒有用到 所以這個味道 是會有少少像蒜蓉炒通菜的感覺 只不過它加了一些調味 是蠔油等等的東西 令到這個菜更加有趣的味道 如果這個沒有那麼辣 我會覺得滋味很多 而且它又炒功不錯 你看看它真正快炒 不會變黑色 還保持綠色 還有大家知道嗎 泰國的通菜的框是很長的 不是香港那些 那些框可能很短 而且這裏買的通菜是有筋的 但是你平時在香港買的筋已經切完了 因為第一件事 如果你連筋給你 你就會說 找笨啊?騙我啊? 這是一定的 但是這裏不是的 它的通菜全部都連筋一起賣的 那我還沒買菜 我那天都想買菜炒來吃 而且這陣子都下雨 有時候在街市逛逛逛 下雨都沒什麼心機 但是這碟通菜80克來說 算是做得挺好吃的 不算差 這個是海鮮炒河 價錢70克 餐牌上面寫命海鮮有蝦和魷魚 我猜不到 給我這麼多 不是說河粉 是說魷魚 蝦總共只有兩隻 好像鳳尾蝦一樣 它留了一條蝦味 看上去就一般般 但是吃下去又很新鮮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我給另外一隻我吃了的蝦味 你看看 一扯 整塊肉沒有損 一拔就拔到蝦味 證明蝦很新鮮 吃入口的時候 很爽口彈牙有鮮味 而且它也做了一些功夫 背部開了一刀 然後幫我挑一條腸出來 但是吃入口的時候 覺得很乾淨 很爽口彈的感覺 而魷魚為什麼我說給得多呢? 我吃了一兩塊 但是現在的魷魚 還有很多魷魚桶 還有魷魚酥 它真的不高寒 它差不多可以說是 原隻魷魚給了你 而且看上去的顏色很可愛 好像河粉一樣 泰國的河粉比香港的炒河更闊 它很薄很爽蛋 還有它有煙韌度 想不到泰國炒河都要下蛋 不過它不是直接加進河粉裡 它是炒碎 還有蔥粒 加上蔥白 香味混雜在一起 再繞進河粉裡 吃下河粉好像很多層次和口感 匯集於口腔裡面 而且尾巴也不算太鹹 其實另一種炒河粉也是用海鮮做的 寫明有蝦和魷魚 也是收70匹 它說會加上甜醬油 那我就不加了 所以看到河粉的顏色比較白 但是吃進去也有點鍋氣 也不算完全沒有炒過 而且在我們後面已經是廚房 它炒了多少次我都聽得出 好厲害 感覺很特別 原來後鑊正正在我們後面 烹調每一味的菜式 另外這碟河粉真的給了很多 隨時跟魷魚的份量不相百種 還有蝦也好吃 整體上這碟炒河很好吃 蛋不算混得太鹹 其實加進去一起吃也挺特別 是另一種感受 好,來到了美人照鏡 嘩,我們全都吃光了 接著去大家去找東西吃 說說最後總食品 這間叫做四十八廚房 食品真的不錯 想不到雖然碟頭真的細細 炒菜是辣了一點 我現在的嘴巴還是赤赤赤的 但真的很好吃,很滋味 炒飯當然不用說 那個咖喱蟹肉飯 我猜不到它做到像咖喱炒蟹一樣 真的不差 可分來說,普通了一點 為什麼呢? 雖然炒得好 但我覺得好像傳媒分開的感覺 可分是不差的 起碼辣一下也很好吃 這裡雖然沒有冷氣 只有一把重生機在頭頂上 看不看嗎?好像周星馳在拍攝少林足球 那顆粥在轉轉轉 但我覺得夠了涼爽 因為今天天氣不算太熱 而且剛才下了一場雨 很濃郁 所以想不到 簡單單單吃一頓有多好吃 帶了兩支白氏 這支膠瓶裝器就不夠了 不過老婆也可能很濃郁 今天這裡認真不錯 說真的兩百多匹 三百匹都不用 抵食 乘車就乘了三百匹 沒理由吃一頓算數 我們再找另一間吃 其餘也等老婆說說 這裡有很多單拖和幾個學生進來吃 暫時看標已經是三點搭五 想不到學生和單拖的男士都這麼晚才吃飯 但他們吃一碟就很滿足了 證明一般泰國人的食量都比我們兩個少 我們兩個好像剛剛提升的胃口就完結了 一定要找另一間吃 這裡我最喜歡 如果說鑊氣來說 一定是蟹肉炒飯 味道方面最適合我 就是炒通菜 我也知道很好吃 反而一個人搭了四分三碟 這麼辣 他也搭了四分三碟 可想而知他炒功是了得的 調味又非常好 所以平時不喜歡吃菜 他也一個人搭了四分三碟 吃到頭髮都開始無汗了 其實這麼辣的食材 他也適合吃 我也很開心 因為是菜 至於坐位方面 我覺得這裡坐得挺舒服 位於位之間不必夾 而且頭殼頂的眾生機 真的很厲害 吹到發發聲 拍下那張下單 那張單 讓你看就知道了 你看多誇張 所以 其實這裡就算沒有冷氣 都可以的 而且吃了這麼辣 我們也有汽水喝 所以我也頂得順 這裡全部價錢都很價連密味 很難在香港給味 雖然碟頭小一點 但它的材料都是比較珍貴 和新鮮 今天吃到這一間 都相當不錯 很開心 我們再發掘一下 看看有沒有便宜 又正又美的食物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 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好了 下次再介紹下一間給你 拜拜 appel 非常的快 仔細 期間 還是 很高 gay outras 相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